哈喲德冠文学长陪你学的时间了 那现在呢我们要来复习一下这个什么比例与百分率 那复习的时候呢你可以拉到军医的这个下面的地方看综合复习或者是单元测验 那我们在综合复习我们选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先确认我们的基本的这个内容 OK好那你看到百分率化成分数的话而且记得要约分哦 那是什么百分之1.5 那你看看1.5 然后呢除以百 诶一百不是一千 好那百分之1.5 你看这个上面呢你发现什么 它有小数点呢有点五 那有几种做法嘛 直接呢把全部乘以十变成一千分之十五 然后再发现有多少 有五可以约分哦 所以呢这个除以五是等于三 这个除以五是等于两百 好所以呢这里啊就变成是二 二 用分数二 分之三分之两百 可以提交答案 好这样子就答对了哦 好那我们再往下 我们再做一题看看 写出算是做做看 妈妈煮碗穿花四十分钟 其中呢做蛋炒饭用的时间比率是四分之一 那妈妈做蛋炒饭花了多少时间呢 诶你想想看哦四十分钟的四分之一做蛋炒饭 所以呢这个总量去乘以比例比率就是呢他所花的时间啦 对不对所以妈妈呢是花这个十分钟 好所以呢我们要算的就是诶这个是分数的了我们要算乘 乘号的前面是四十分钟呃乘上多少四分之一 所以这里是一这里是四哇你看这样列算四 然后等于十答案是十分钟提交 好这样就对了 好所以呢你就知道在军医上可以这样子复习哦 自己去问问看或者听老师上课的复习